嗨 我是閃閃 準備要來俊美做龍鼻手術 想龍鼻的原因是因為我是表演工作者 就是很常要上舞台 然後其實身邊的其他姊姊表演的姊姊們 他們也都有做鼻子 覺得觀眾緣會比較好 所以也想說來做個龍鼻手術 我知道俊美 因為其實幾年前就是在這邊做龍鼻手術 對 所以當初也沒有多想就覺得 做龍鼻手術做得非常好 就直接來找一樣來俊美做龍鼻手術這樣 很親近 然後也蠻好笑的 因為在諮詢的過程就會蠻放心的 也不會說會讓人家覺得很有距離感 對 也會覺得比較信任他 對於想龍鼻的心情真是太多了 所以就想說盡早的做 早做早享受 對 那就是想龍鼻這種地方來的地方 對對 差不多想了一到兩個月就決定了 那是你的心情嗎 心情真是很期待 很想要趕快這種手術 對 今天拆線的話也沒有感覺 耳朵的線也是 不然想說會有點痛 但是發現根本一點感覺都沒有 然後比較會有點有感的部分就是壓鼻 你自己壓鼻鼓的地方要對自己狠的下手 會有點腫腫痛痛的感覺 每次要噴著剛下來的這個扁 用下去 好 就直接這個扁 這個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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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你當時有什麼問題 對 他就是要加強在壓鼻鼓的部分 然後很痛 所以可能要勤 就是對你比較恨的人 恨你的人 找他而壓就對了 真的很痛 但是壓一壓聽說會比較挺 挺致 我之前有找很多資料 上網 然後我項目全部都是 就是很怕說做不是我要的樣子 所以我全部都保存著 但是其實術後你會發現是 醫生是照著你的臉型 那先下去做衡量 所以是很自然 然後也很適合自己的 對 我覺得這才是我 龍鼻最想要的樣子 就是如果有朋友或身邊的人問我說 要去哪裡龍鼻的話 我還是會 就是請他來找吳醫師 因為從我的胸部到我的鼻子 都是經過他的翹手 那我也覺得就是 給他做 大家都這種 我也很放心 對 然後我也會推薦吳醫師 然後我也會有很多 我會先去做衡量 拿來 你們的油 我會再去做衡量 你這樣做 我會先從我的鼻子 這樣做衡量 你會不會再去衡量 我會先去衡量 你會說 我會先去衡量